然後我想養蜜蜂 然後我想養蜜蜂 當初Greg跟我說 你有沒有知道就是project 我在一個活動 一個maker活動 然後他說 其實我有一個小pet project 我沒有做過 但是我還蠻有興趣 就是我要養蜜蜂 你有沒有發現 在台北我蠻少看到蜜蜂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還蠻幫助人類的 但是在這個大都市 我們幾乎看不到啊 為什麼 因為台北我覺得不夠綠化 可能一些草地啊什麼都不夠啊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 遇到蜜蜂的時候 是什麼 哇 就是跑走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蛇 我不知道 不用理他 但是呢 其實攻擊人是他最後一個選擇 他並不想自殺 對不對 因為當他真的去刺你 他就會死掉 所以不用怕 其實他們說好動物 為什麼呢 我們農業很依賴他 有人說美國30%的農產 是靠蜜蜂 就是pollinate pollinate這個動作是很神奇的 我覺得 這個叫什麼花痕嗎 花痕其實是可以吃的 他們把這個東西當他們的所有的那個家 然後這個東西甚至可以吃 然後聽說有96個陰陽跟維他命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買他吃 聽說很普 然後他們也會跳舞 你知道嗎 他們會跳舞 他們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他們會轉一圈 然後就是 屁股翹起來 然後搖一搖 然後就會溝通很多東西 會說水在哪裡 花在哪裡 還有新的家 哪裡適合搬 然後就會搖回來 那這很數學性喔 如果你特地的研究 你會發現 哇這個東西很神奇 他們會考慮到那個太陽的角度去溝通 我真的 我覺得很了不起 發現這個人 我佩服他 他叫Karl River von Frisch 他就花很多時間去觀察這個蜜蜂 然後這個蜜蜂跳舞的速度很快啊 如果他夠聰明 可以查得到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他們可以用到 Electromagnetism 我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 磁草 磁草 OK 就是發覺到他 什麼花 最值得去pon it 那當然 不用講蜜蜂 蜂蜜 很好吃嘛 對不對 而且 這個東西也可以當一個生意啊 呃 我不是說我可能會轉身這個bekeeper的生意 但是我覺得 也許可以當個project嘛 對不對 其實不難 呃 如果有一個農夫 就缺一些 就是想補他的那個 東西 他就可以租這個 這個養蜜蜂的人 一個bekeeper 但是呢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蜜蜂的展覽 呃 在美國很多蜜蜂 就是陸陸續續 就是在死掉啊 呃 大概 美國的一半 的蜜蜂 就是 他們的人口 蜜蜂口 呃 再講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不太清楚 有的人說是 因為農藥 有的人說是 但是 我們就無法否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布魯克林 我來自布魯克林 然後這個是一個新的現象 叫Urban beekeeping 即使你在大都市可以 養蜜蜂 不難啊 你只要這個箱子啊 然後裡面 只要裝一個箱框 它再配不出來 對 這個東西不難啊 其實沒有什麼科學在 就是很容易擺到 而且台灣的蜜蜂 養蜜蜂的那個行業 其實還蠻 還蠻強 但是都在南部啊 幾乎沒有人在都市 在做 所以 我想 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提這個案子 呃 然後 我也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是否可以 用那個 Aquaponics 一起去做 Aquaponics是什麼 它是用水去種 種東西 它用水的好處 在於哪裡 它有一個雨 雨池 然後雨的大便 對植物非常補貌 非常有營養 所以 當這個 這個花還有植物 呃 吸到這個東西 也會 給雨這個 雨料 所以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 循環 這是我朋友 他是我小學 到今天 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很酷 他 呃 就是忽然 就搬到夏威夷去 然後在夏威夷 再徹底研究 這個Aquaponics科學 然後我跟他說 這個案子 他說 好我願意跑過來 如果有夥伴的話 我們有一個很專業的人 最需要什麼 嗯 不多啊 蜜蜂的衣服啊 像狂 Starter蜜蜂 這個都可以買 不貴喔 呃 最重要的是空間 所以 如果你有 你是個房東 欸 如果你有空間 可以提供這個東西 呃 請跟我說 我真的很認真 我找個 因為上大的時間 其實有消消嘛 所以我真的希望 不只是我 一個人做 OK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 值得做 至少會學到很多東西 OK 謝謝